在昨天的调解中 我们得知70岁的老陈先生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一周前他因为颈部长了一个囊肿急需手术 可是临到手术时 由于老伴和四个子女 都不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手术被迫搁置了 由于病情每天都有变化 老陈心急如焚 所以他把最应该给他手术签字的老伴朱阿姨 叫来了调解现场 而在昨天的调解中 朱阿姨一边对生命的老陈 表出一个妻子应有的关心和体贴 一边又对急需手术的老伴提出了一个听上去有些无情的要求 我名下的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直接说就是它不能有份额了 是不是他那个手术 如果你要签字的话 他必须首先要同意这个房子完全属于你所有 他没有份额 还有我过来名下的钱财 朱阿姨提出的条件让人听后有些匪夷所思 但随后他对此做了解释 你担心什么 担心因为是我腹退了 没有结婚证就随时人家会把我赶成混蛋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但老陈至今没有给朱阿姨一纸结婚证 这成了朱阿姨以签字来为房产确权的最大理由 但老师们并不认可她这个行为 如果你拿房产的确权和手术的签字一定要强行捆绑的话 我觉得有势强凌弱之心 对于老师的质疑 朱阿姨坦言 她不肯签这个字 除了身份和房子的事情 她最大的顾虑 其实来自老陈的几个子女 朱阿姨为何会有这样的担忧 急需手术的老陈又是因为什么想要放弃调解 如果朱阿姨是因为这样的顾虑而不肯替老陈签这个字 那么老陈的几个子女 为什么会在老父亲生病需要手术的关键时刻都不出面呢 今天的调解 老师们能否帮助老陈理清这复杂的家庭关系 解决手术签字的难题 调解即将开始 这个事情陈先生在法律上他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 他签不签没所谓 他不帮你签这个字 你的孩子们不会签吗 问一下现在陈先生你的孩子是什么态度 我的孩子那边就是因为一些历史问题有一点不太恐惧 要全民大家都要有责任 不然的话给这个就给他那个怪 那个就给这个怪 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对于前面这些孩子一点都没有 什么体贴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他们对我也没有多少印象 加上因为那一套梁家桥那套房子的买卖 更加对我有恨 是最为数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 处境非常艰难 对吧 孩子那边我如果是要孩子负责 我倒从里头调解 所以神 除面一下保证他们接受 不用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为主就是中国财产 给他把他走 谁都不应该请养 陈先生 强求药 财产药 人就退 陈先生他担心的是 他年纪大了 他没有赚钱的能力了 他后面的生活 在你这里得不到保障 我还是这样的说 念到他是我小孩的爸爸 也认识二十几年 虽然我没有责任 才是我愿意照顾他 才是退利不退钱 还有一个 我照顾你可以 不要来责任 就是这种发扎 可可蹦蹦啊 塞胶什么东西啊 不要他的发店里来 额扎我就够了 你这个出利不出钱 这个钱从哪来呢 他有分家写了 是他两个儿子养 因为他个人财产全都分给两个儿子 店主也是被他儿子修去了 陈先生是有财产给了儿子的是吧 大把的 给了儿子多少 原来老陈先生不是没有财产 而是有很大一笔财产 并且这些财产都归了儿子 如此一来 两个儿子似乎比没名没分的 朱阿姨更应该挑起照顾父亲的重任 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面对疑问 老陈先生掏出了一份分家书 老陈这是想说明什么呢 关于这个财产的分配 第一条说的是某处的一个房产 产权平均分配给了兄弟二人 有一套房子是已经给了两个儿子的 那第二条说的是某处的一个小店面 这个是分给了长子 但是大儿子给了五万块钱的补偿 给小儿子 第三条说的是母亲去世后 这个指的是你的前妻对吧 这个有一栋自建的房子 两间 这里说到因自身的付多项债务 需出卖该楼房 以父亲自身所欠债务 剩余部分作为自身晚年生活费用 这里说到的也就是你们卖掉的那套房子 就是卖掉的这套房子 部分的还了债 另外一部分是作为你的养老基金 其实这里面能够处置的 陈先生你的个人财产 已经全部处置完了 对吗 这些所有的 其实朱女士都是没有任何的处置权的 也没有任何的份额的 对不对 是 第二大块内容是说 职任及义务分担 对吧 这里面说到的是 父亲的晚年生活 尤其自便 兄弟二人无权干涉 父亲的晚年财物 这里特别提出的你的晚年的财物 指的是什么 我就是跟这个到这里来生活 这里面我注意到 其实关于陈先生 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处理完了以后 关于他的老年赡养问题 这里面是没有儿子任何关系的 当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样 就是你看里面我买好的这套房子 已经过到这里来 是打算到这里来省富的 因为这个店有店主 刚刚都说是一万多 一涨一涨涨到现在八万多 朱女士 你知不知道他这个打算 这个家富满以后 他几乎跟这个儿子就没什么瓜葛了 既然分了家 都认可了养他的老 他说我不去两个儿子那里 我说不去你就拉成 一个拿三百块钱 问题是大儿子说 等你这么一点财产 还要拿三百块钱 他就不同意写不下来 我就说算了算了 反正你现在还会赚钱 那就不要就不要等到 不会赚钱的时候 这一段还要也不迟 真的到了不会赚钱的时候 我就说要他拿三百两百 我问的是 当这个分家写完之后 对于你们以后的晚年生活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的打算就是 他催我这里过 不要捣乱就好好过 如果捣乱 你就不要催我这里过 他不喜欢那个高通 不能吵架了 你说你的脸 我说我的脸 他就不喜欢这样的时候 他同不同就是打 虽然有这个分家的东西在 但是儿子毕竟还是儿子 今天这个事 我们也想听听儿子的态度 跟儿子做一个连线 我们问问他的态度 可以吗 不良心也行 儿子的态度 如果他是真正的不上眼 我就可惜其理会 调解 那是小事 但是问题是 我做过财产在这里 打算在这里过 因为 白白就没了 我不要 死得不明 这样说就对 他们跟你没仇 不要那么激动 陈先生 因为这里面朱女士 他有一个顾虑是什么 担心在照顾你的过程当中 万一有个什么事 跟儿子那边没法交代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儿子的态度 明白吗 对吧 消除他的这个步履 他们承认都不赖我 我照顾你好不好 对吧 可以吗 可以 现在陈先生和儿子还有来往吗 少 比较少 从他儿子看见我骑 就恨不得爸不得把他吃掉 从他以后骑 就没打过招呼 23年来 老陈最终同意 我们和两个儿子连线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由于老陈的大儿子联系不上 我们转而联系了小儿子陈先生 你现在跟你父亲之间的来往还多吗 生活上面的一些照顾什么的 有吗 照顾的话真的没有 我也是在外面工作 就是说这方面就警务不到了 那在备用这一块 你会给老父亲一些生活费啊 或者什么吗 生活费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分家的时候 我爸就说那个他自己生活 他可以治理 所以他现在的话 倒也没去要求 我们就说 是根本对话是没有的 那你对于就是老父亲 他的这个晚年的这种养老的生活 你们觉得他应该怎么样 是这样的 大眼医护的话呢 从那个当时的一个分家记忆来看 就是我给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 他自己财产 他自己分配 他自己都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上演这个主体 还是他自己要自己拒绝 还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现在老父亲不是生病了吗 他需要做手术 然后签字这个问题上面 好像现在没有人帮他签这个字 这个就涉及了一个空险责任的问题 那个罗阿姨这边还有 和其他的相关人都没有谈过 还在做 要做的话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也知道做手术肯定有空险 穿一千年这个东西 这个责任也不应该有一个人来承担 相关责任人 大家都打成一切意见 都可以了 好吧就可以做 你说的这个相关责任人 是不是也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阿姨 有这个责任 对因为他这个特别的财产 就纷在那边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责任人 明白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自从你们分家以后 你父亲这边的财产 跟他所有应该尽的这个义务 是相关联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关于父亲的这个赡养问题 如果阿姨提出来说 你们也应该每个月 给父亲几百块钱 他有这个要求 你们觉得能接受吗 我是要跟我 跟那边要保持一日 我个人认为我是可以接受 原来这个怎么说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就说 你自己的一切意义务 好好行 好谢谢你 小儿子的表态似乎还算不错 他并不像朱阿姨说的那样甩手不管 虽然分家协议 把老陈的养老问题分给了朱阿姨 但真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们也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的 但是在观察员张恒看来 老陈孩子的态度其实不够诚恳 对于老先生的赡养 晚年的生活 谁来赡养你 这现在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有争议 第一 在法律上 您的四个成年子女 他们在法律上才对你有赡养的义务 这个赡养的义务既包括生活费的支出 也包括日常的照顾 陪伴 只有他们有这个法定义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虽然那个分家叠 是老先生和你自己的 与前妻的子女 你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你们自愿签的 老先生也有这个意思表示 就是我晚年的生活 不需要我的儿子来照顾 我委托别人来照顾 不需要他们进行赡养 对吧 你是有这个意思的 虽然有这个意思也是合法的 你这是你自愿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将来的晚年生活 自己不能照料自己 包括自己的存款 自己的收入 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晚年生活需要 他们依然在法定上有赡养义务 这和他们是不是分到了你的财产 分到了多少财产 分到的财产是不是公平 这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哪怕没有分到你一分钱的财产 也是他们的义务 边上这位女士对你有没有赡养义务 晚年对你的法律上有没有赡养义务 没有因为你们两个人没有婚姻关系 至于你们两个人自愿约定 说他愿意晚年赡养你 那是你们的约定 可以 第二个问题 厂商的争议的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当厂商的老先生需要 有监护人为他做手术 或者晚年生活做决定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人来 作为他的监护人进行签字 对不对 老先生的意愿是希望 边上这位女士能够担任这个监护人 来签字来照顾他的晚年生活 是 把握警机 我们先说这个监护的问题 厂商的老先生在法律上的监护人 可以明确的是有四位 你和你前妻的三个孩子 以及你和你身边这位女士生育的这个女儿 这四个人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你的四个子女 由于她们已经成年了 她们在法律上是你的监护人 是 她们是有权利在你做手术的时候进行签字的 身边这位女士 由于和你没有法律上的夫妻的关系 在法律上她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这个身份 她不是你的法律的妻子 她可不可以来签这个字呢 做监护人呢 老先生想通过 就是要倘典说公平 通过一个委托的方式 对吧 这在去年或者前年 这还做不到 但今年可以做到 新的民法总则 有这么一条规定 规定的意思叫议定监护 什么叫议定监护 就是每一个成年人 只要神志清醒 和自己选定的一个人 签一个书面的议定监护协议 假设 厂商的老先生 你可以和你身边的这位女士商量 你们两个人签一个议定监护协议 你委托这位女士 作为你的监护人 由她来履行监护的职责 什么叫监护职责 就是做手术签字 照顾生活 管理你的财产 这个只有在双方协商一致 都自愿的情况下 才可以完成 建议你们如果谈成了这个监护协议 议定监护 你们除了签这个议定监护协议之外 你们还要到公证处 去对这个议定监护协议进行公证 为什么要做公证 因为将来如果发生 需要去医院做手术签字 需要到银行去取 你名下的存款 如果你这些事情 都不能自己做的情况下 需要监护人去做 那么他拿到这个 经过公证的监护协议 各个部门 医院也罢 银行也罢 他们才能够接受 才能够去完成这个事情 如果他的其他法定监护人 比如他的子女 有意见 那是无效的 只要你是认真的旅行监护的职责 为了照顾他的生活 这个议定监护协议 要到公证处去办 现在各个公证处都已经有这个 基本上有这个业务了 费用也不高 老先生 我想跟你聊一下好吗 我理解你心里 这个时候有担忧 是吧 觉得自己这么大把年纪了 最终 儿女三四个 真的要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无助 是这样的吧 我有个建议可以吧 身旁这个女人 跟了你二十多年 既然是 你很渴望身旁这个女人 是吧 能陪伴你的生活 能奏护你的终老 生活当然不是那么需要 那咋需要 需要什么 但是问题就是 碰到肃琴来了 好 他没情 你人真心 我现在自己没强没能力 没办法生活 很多年都在 都常不共享在这里 我要拿回我的本分 也许在你认为 你有多少多少财产 你有多少东西 给了这个女方 你是这么觉得 对吧 但是你真正要给她的是什么 你要给她一个安全感 你要以人与人之间 要相互的尊重很重要 就是说这句话 我二十多年共享在这里 一文不值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都是尊重你的 知道吧 现在你前提是什么 如果说我一文强不值 共当 也行 也行 你这种态度可以对我 对他们不要那样的好不好 他们是帮我们解释 老先生这样好吧 这个是有钱请不来的 你有什么想法 你怎么啦 你这个态度可以这样的对我 不可以对他们这样的呢 二十多年 传物的必需在这里 一点都没功劳 这是在这里 如果在我家里早就打我了 有什么问题 你就是来解决问题 知道吧 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赡养责任已经明晰 手术签字问题也可以解决 本以为老陈的情绪 会逐渐地缓和下来 可是他的思维又绕回了 朱阿姨名下的房子里头 人的钱不是万能的 你身旁 比如说你倒在桌上 人不会走 啥都没有 放一个一在你身边 二十三年都是 没收到他 是吧 没有吧 到他要那么多钱 你说什么呢 随他的编 你看 一下说成这个房子 是他买的 尽管这气儿 还没有完全消 但在廖喜玉的劝导之下 老陈还是重新回到了调解席 我才家里也是这样的相逢小孩 让他发脾气我就疯 他打工也是这样的 背着包围的我又疯得去 我习惯了疯他 稍安勿躁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又有共同的孩子 按道理本来应该就是和谐到老 你现在呢 在这里想叫 朱女士做你的监护人 可是呢 你的态度不太诚恳 首先又说她是无情 不给她结婚证的 又是你 虽然有诸多的客观原因 这个责任 恐怕你要占很大的一部分 对她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那么 你要她做监护人 她欠你的 你口口声说 二十多年 你的投入 全部都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 厂商的朱女士说 不管怎么样 她都愿意服侍你 只是你在一些财产关系上 法律关系上弄清楚 她不愿意负一些不必要的责任 我想你还是要聘弃一些前嫌 和朱女士搞好关系 随着年龄一步一步的老去 你的身边是要有一个照顾 朱女士口口声声说 你是她孩子的爸爸 她对你还是有敬意的 这一点 你不要去否认 否则太伤人 作为一个愿意 陪伴你到老的女人 不要再让她伤心 而应该是感激 二位 先问两个问题 首先是我先问一下朱女士 您现在这个女儿 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那个有一点像她的性格 也是不喜欢见人窝的家里 不与人接触 她跟她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小的时候还喜欢她父亲 好被大了 因为老师小孩要花钱 花得大 我要想拒绝 小孩又不同意 就恨我 就闹我 最近这几天 老的也是不跟我说话 陈先生在你的眼里 这个女儿怎么样 她讨厌 我也是爱惜她的 你个人认为 这个女儿会不会养你老 也不是说她不养一养我老 我是估计 会养 在我有生猪娘 没那个能力养 如果说朱女士这边 你比如说照顾你的时候 出现了困难 现在她比你可能看上去年轻 或者是岁数也比你小 身体也比你好 她有能力来照顾你 那么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比如说朱女士 她碰见了一个什么困难 让你自己前边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来照顾你 为什么我会问你们这几个问题 陈老先生我告诉你 你今天的这种局面 这是你人生的后患 知道吗 为什么叫你的后患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在你的前些年处理婚姻事件上 包括处理你名义上的财产上 都是不当的 不当的是什么 第一 在你第二段婚姻上 你没有正常的按照法律程序 去处理它 以至于你今天面对了一个 二十几年无夫妻之名的 所谓适时婚姻 现在没有这种说法了 第二个 在你把你与你前妻的财产 分给与你前妻的子女的时候 分割财产也就罢了 但是你分割财产的同时 你分割了感情 什么叫分割了感情 就是我这些财产我归你了 以后我养老的事不用你管了 我钱还给你了 但是我的后边的事情 你别干预也别参与 我养老的事也不指望你 这叫什么 这叫分割掉了感情 而你的儿女也就默认了 管我老爸后边赚多少钱 你给他后边妻子孩子也好 随便你 因为我跟你之间都分割清楚了 一旦你与你前妻的子女都分割清楚了 一旦朱女士和你现在的女儿 没有办法在主客观上保证你的安全的时候 你自然会抓狂 你当初分割掉的是你的财产 最后分割掉的是你的安全感和你的人生保障 所以我说这是你今天的后患 那么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女儿 我听出来了 这个女儿我不知道是天生性格上一定就有问题 还是你们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显然从母亲嘴里边陈述出来的女儿 有人际关系障碍的 而且可能是对亲情的建设这方面也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这个女儿是那种很贴心的 又懂事的 又有担当的 显然你们这个三口之家 虽无法律上的保障 但依然是事实上的温暖的一家人 如果是这样 还有什么好征的 你陈先生这么没有安全感 这么抓狂 因为你实在在亲情这方面 你已经分割和丧失掉了所有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再有脾气 在这种时候你还不知道 你手里真正能够抓住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只能说 您的余生一无所有 这是您的后患 过掉了亲情对 很对 因为我的房产给了他 会撞墙的时候 警记全部撞给他 我说一下这房子的事情 这房子的事情 在法律上的确认是不难的 但我说句公正的话 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在这块 拍着胸脯 拍着桌子跟我说 这房子就全都是我的 你俩谁也别说这话 这句话说的没劲 知道为什么没劲吗 因为如果真正是到法院去起诉的话 你们二十多年 共同的收入是有的 共同支配的钱是有的 况且卖了这房子 买了这房子 还了债 然后又是你借的钱 又是他借的钱 而且还借的是双方亲属的钱 这种事情分也分不清的 如果说贡献一定是双方都有的 咱们接下来别说这话 别说这房子 它就是我的 或者是这房子 它就是他的 这种事是说不出口的 咱们不要这么说 老陈先生办了几件糊涂事 财产都给了他爱的人 到头自己却没了保障 他不肯给老伴一个名分 转过身又怨老伴无情无义 而朱阿姨更是不消说了 非要在老陈最需要他的时候 来掐住老陈的七寸 两个人整场争来争去 都是围绕着房子 对此调解员胡建云十分不解 在他看来 房子是谁的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栋房子该怎么用 就是你们俩在争什么呢 就这个房子应该是谁的 如果是争法律上的属于谁的 本子也摆在这里 各自的依据也有 但争到最后没有意义 比如说这套房子 争到最后是朱女士的 陈先生要离开吗 朱女士也不好说这个话吧 我没有叫她离开 对呀 如果这套房子 最后确认是你陈先生的 你陈先生也不会说 你跟孩子离开吧 你也不会 你们在争什么 其实你们要争的就是 这套房子该怎么用 用这套房子来制约什么 实现什么 朱女士 从法律上这套房子 即使判定是你的 如果她的情绪上没有转弯 就是哪怕她至少出了十块钱 她认为这个房子我也有份 哪怕说 在建房子的过程中 我出汗出力了 我七十岁了 我今天我守在这里 我不走 你也没办法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这一点 如果她的孩子们觉得这个房子老爸是有份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纠缠说 他没份 你就要说 从情理上 只要我对老头有感情 这套房子他当然有份 但这个房本上是写我的名字 所以你们要相信我 我会来安排 我安排什么呢 我照顾好老头 我照顾好老头有什么条件呢 那就是 你们想尽什么义务 你们尽 但你们如果没时间 我们不要把话说得太绝 你们没时间 没精力 没关系 有我在 那这样 她的孩子们会怎么想呢 即使我老爸有份 那如果说 我这个阿姨能把我老爸照顾得好 那这套房子 这个份额 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会理解为 就照顾老人家的所得 我们心理上是不是好过一点 然后回头看看 有一个连你都成立了一个现实 你都接受了的一个现实 就是 陈先生已经分到房子给孩子们 他们并不是什么都没拿到 对不对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已经有一个砝码 再加上一个砝码 天平上就会平衡一点 但如果大家把注意力都争 这套房子 法律上是谁的 那其他的事情 就只会拿来当刀用 而不是当砝码 这个时候 陈先生自己也要明白 因为这个砝码移动 最后是落在你的身上 你要利用这套房子 你的情理上的所有权 来安排好你的治病 和你的自己的养老 刚才我们是有几个法律工具 你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议定监护人 比如说遗嘱 可以带附加条件的遗嘱 你们老是争一些小事情 这个人过不好的人 永远都是抓小放大 抓大放小 你们抓住几百万的房子 来炒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之间 互相关注不到对方的想法 一旦发生争论 那大家就放弃掉 本来对你也有的情感 本来对你也有的顾虑 就消失了 老陈先生的确要好好琢磨一下 抓大放小这四个字 因为他现在最需要解决的 不是房子是谁的争议 而是手术签字和术后照顾的问题 密室环节 武运老师就这个问题 与朱阿姨进行沟通和确认 一进密室 朱阿姨就表示 这个字他会签 签字签字我肯定帮他签呢 但是跟他的孩子也打个招呼 商量着说 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但是你们不能怪我 因为这个手术啊 不知道的是 医生也不会打包票的 如果看到你积极地去这样做 他心里就有安慰 因为我怕 担心朱阿姨在签字的过程中 会和老陈的几个子女起冲突 所以武运老师给了朱阿姨一些建议 确认手术签字的事已经没有阻碍后 武运老师找到了老陈先生 现在当务之急 你是需要手术 需要去治疗以后的康复 对不对 好 这些儿女是给不到的 对吧 各自有学业 有工作 有自己的小家庭 儿女给不到你 他可以给到你 而且他也表态了 他愿意 我给您提个建议好吗 他说了 只要你认可 房子他拿到之后 他会陪伴你到终老 那已经在他名下还有什么 所以啊 房子已经写在他的名下了 你学会认可 第二 学会对他如果付出 给予了照顾 学会表达一些感谢 你辛苦了 你受累了 说两句 他就是要人家奉承 像他对我 要是这样肉麻的 来对你 一句话说 说不着就放了 就是因为他平时得到的 这种肯定 鼓励 感激太少了 你觉得那些是虚伪 不是的 这是对别人的一种 善待 尊重和肯定 给我的感觉 我这一方面是不够 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去换取他 对你的更多的一些 心疼 照顾 体恤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实际上是做不到 做的不足 对 是的 好 您承认 您认可 行 那咱们去调整 听到妻子 愿意配合自己 办理手术签字的相关手续 倔脾气的老陈 也终于松口 承认了自己的不足 考虑到老陈 以后还要面对 手术费用 术后照顾和赡养 等方面的问题 廖喜玉 把老陈和朱阿姨 拉到了一起 继续商讨这几个问题 要去动手术 对吧 这笔资金从哪来呢 从这个美娘的六千块钱里头 继续下来的 你等于不要她出 现在还坚持不用 这次她去住院 那全是不要你出的 你就去作为陪伴好吧 照料下她好吧 尽心尽力尽职 你挺会的 你不要担心这个女人会离开你 她是坚定不移的 守护着你好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吵架的时候 别说 把房子出来分 我想大小孩用 天天打着她去逛公园 带着她去买菜 买东西之 她就 老师要挽救她 她不闹我 调节到现在 老陈的脸上总算出现了一丝笑容 但好脸色没保持一会儿 又崩了起来 密室出来后 我们不禁担心 她又会回到原点 去纠结房子的问题 那么重新上场之后 她能在房子的问题上 彻底想通吗 好的 从密室出来 问一下两位 要感谢各位老师 对我们的关心 那你自己今天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 强才是身外之物 主要问题解决 有个靠 小双老 有个靠 其实不用说这些靠不靠 我也会给她靠的 年轻都给了她 何况现在是老了 更有个伴 不光是我照顾她 是当我也有身体不好的时候 她也会照顾我的 这是不用说的 起码一个 她现在也学会了做饭 我也有起不来的时候生病 她也会不好吃 也会做给我吃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老来伴 对不对 她也会照顾你 现在挑战 是很好 心情也比较好 可是你们家的事 现在就很清楚 房本是 她的 房子 是你们的 因为家是你们的 行 那我们也给你们 双方领了一个协议 一起听一下 甲方是陈先生 乙方是朱女士 第一条 女方承诺 调解回去后 配合男方办理手术治疗的手续 今后尽心尽力照顾男方 第二条 男方承诺 目前登记在女方个人名下的房产 属于女方个人财产 第三条 双方承诺 今后在生活中 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 理解对方 多陪伴 主动关心对方 学会表达情感 并肯定对方的付出 听明白了吗 三条 可以吗 陈先生 可以 看一下 好 给你看一下 协议也签了 对吧 回去赶紧把病治好 来 朱女士 你牵着他回家吧 朱女士 来 牵着陈先生回家 他怕凶 没事 我拉他的手 他都不好意思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我有心 好 正如朱女士所说 无论协议中怎么明确 生活中还是要靠他的真心 我们很欣慰的是 朱女士这么说了 回去以后 她也这么做了 调解回去后的第三天 老陈和朱阿姨 分别给编导发来微信 他们在调解结束后 直接去了医院 现在已经顺利做完了手术 人也舒服多了 所以让我们放心 朱阿姨还特意在发来的信息中强调 自己以后会用心照顾老伴 这样的几条信息 让人深感欣慰 但愿解除了病痛 平息了争议的朱阿姨和老陈 从此可以相互照顾 安详晚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